这次奥运会还没开始 面对恐怖组织的威胁 法国已经投降了 法国情报部门说 干脆咱这开幕式就别搞 现在法国已经向约45个国家发出请求 希望他们能够增派数千名军人 警察和技术人员 共同协助保障今年夏季巴黎奥运会的安全 关注土豆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 一触即发 法国这次摊上大事了 欢迎关注土豆 并将您的高线打在公屏上 好了 长按点赞 我们继续观看 俄乌战争 欧盟各国拆房子卖地 再给乌克兰军员 法国也很积极的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过别的国家援助的是炮弹 它援助的是嘴炮 作为欧洲第一强国 五常之一 法国给乌克兰的军援 只有德国的百分之三 连零头都没有 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态度却最积极 戏精上身 喊着要出兵乌克兰和俄罗斯 硬刚到底 最近的一次是三月十七日 马克龙接受巴黎人报的独家采访 他说 我们将采取行动来直接对抗俄罗斯军队 法国的优势 在于我们有实力这样做 可这才过去刚刚八天 三月二十五日 马克龙抵达顾亚纳召开新闻发布会时 他又言之早早的对记者说 法国应该与俄罗斯合作 共同打击恐怖组织 我们即将先与俄罗斯开展技术层面 与部长集会谈 听了这话 俄罗斯是一脸懵逼 说上个星期你要和我们打仗 那这个星期却要和我们合作了 你到底怎么想 马克龙说 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边打仗 边合作增进兄弟感情 这突然转变态度想要合作 是因为他们打完嘴炮爽完了 突然发现了一件大事 自己一差点忙忘了 还有四个月就要开奥运会了 而且法国市主办方 要在巴黎岗开幕式7月26号 这下麻烦大的 这一次的奥运会有点与众不同 两场大战正在欧洲边上进行 一场俄乌战争 一场巴以冲突 而奥委会用了完全不同的态度 国际奥委会宣布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不符合相关规定 不能获得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参赛邀请 这两国的运动员 如果要参加奥运会 也不是不可能 但不能代表自己的国家 只能穿着中立身份的指定运动装 以个人中立运动员身份参加比赛 而且就算这些运动员获奖了 既不能升他们的国旗 也不能奏他们的国歌 而且这些运动员 连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巡游 都无法入场 为什么呢 奥委会解释说 俄罗斯发起俄乌战争 白俄罗斯进行协助 他们都是非正义的 必须要接受制裁 如果你真信了国际奥委会的话 那么此时此刻 以色列正在加沙屠城 到目前为止 加沙已经死伤近10万人 绝大多数还都是平民 是妇女和儿童 不仅如此 以色列还阻挠人道主义救援车辆 进入加沙 要将加沙所有人饿死 如果说俄罗斯罪孽是一 那么以色列的罪孽 至少是一百 但是国际奥委会说 以色列当然可以参加奥运会了 这又是为什么呀 国际奥委会做出了解释 说体育无国界 奥运会与政治无关 以色列运动员 更不应该为以色列政府的行为买单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双标 好比你上课迟到五分钟 老师对你破口大骂 让你在门口发战 你都站了三十多分钟了 这班上的小霸王才慢悠悠的来上课 他也迟到了 老师呢是一脸谄媚的对小霸王说 又少爷你怎么才来呀 快请进 奥委会的双标激起了全球很多国家的不满 尤其是穆斯林国家纷纷表示抗议 而马克龙却对奥委会的决定大力支持 作为巴黎奥委会的东道主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去年接受采访时 就态度鲜明的表达了自己的强硬立场 他说绝对不能让俄罗斯国旗出现在巴黎奥运会上 这件事情与国际奥委会早就已经达成共识了 而对以色列的参赛 马克龙却一边倒的支持 但是这个决定非常有可能让法国倒大霉 因为法国是欧洲穆斯林最多的国家 是从中东和北非涌入最多移民的国家 巴黎冲突之后 这些人当然一边倒的支持巴黎奥运 于是法国就频繁爆出反对以色列的游行 仅仅在去年11月11号就有18.2万人参加 把整个巴黎都塞满了 现在奥委会和法国这样公开搞双标 偏袒以色列已经浸起了巨大的民愤 偏偏着法国又喜欢玩花样 这一次的奥运会将别开生命 法国决定搞有史以来第一次露天开幕时 不在某个特定的体育馆内召开 根据法国的原计划 圣火台也在户外 叠火时卢浮宫附近一整片都将成为奥运会焦点 有100多位外国元首或政要将出席露天开幕时 当天晚上塞纳河畔将有60万名观众 在现场参加并目睹盛况 好家伙 60万人哪 中国最大的体育馆鸟巢 大约容纳9.1万人 西方最大的体育馆 美国密歇根体育场 大约能容纳10.7万人 法国人都觉得这些体育馆太小了 直接搞露天 参加的人数瞬间翻了6倍 所有的观众都很兴奋 不过这恐怖分子也很兴奋 因为他们最喜欢人群密集扎堆的地方了 而巴黎奥运会将是有史以来最为扎堆的剑场 多到堆起来 3月25日 纽约时报说 已得到消息人士的报道 巴黎奥运会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首要袭击目标 在莫斯科恐怖袭击之后 专家就认为 这将促使恐怖组织加大对欧洲国家 特别是法国 比利时和英国的袭击力度 有证据表明 恐怖组织正在计划继续实施在欧洲领土上未完成的行动 即使恐怖组织已经按捺不住了 都等不到奥运会了 就在这两天 法国术师座高校成为袭击威胁的目标 说到了恐怖组织的袭击威胁 恐怖组织警告说 我们将斩首所有异教徒 将他们炸成嘴边 这个消息通过连接教师 学生和家长的教学的数字工作空间发出 法国如临大敌 在学校周边加强了巡逻 有四所高中人员被疏散 同时在排查疑点 这些从一开始 就给巴黎奥运会的召开蒙上了阴影 法国一直是欧洲恐袭首当其冲的地方 最典型的就是2015年11月13日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 当天造成132人死亡 300多人受伤 而且法国安保一向拉胯 地铁 火车站 场馆等公共设施 从来都是没有安检的 巴黎现在事案更是一塌糊涂 18 19 20等几个区的抢劫 砸车等暴力事件密集发生 不仅如此 法国更是三天两头的搞运动 别说当年黄马甲运动 导致20万人上街示威 仅仅在去年 一名飞翼少年因为违反交通规则 被警察射杀 导致近百万人骚乱席卷法国 短短几天时间 暴乱蔓延到法国几十个城市 41个警察局遭到袭击 79名警察受伤 2567街道火灾 1360辆汽车被烧毁 234座建筑物被烧毁 从各个方面来看 法国都是恐怖组织 最喜欢下场的地方 何况奥运会这种让他们可以扬名的机会呢 而霸易冲突爆发之后 法国更是已经暗流涌动 因为法国太乱了 早就已经没有什么主体民族了 各种矛盾纵横交错 今天 且不说非裔 法国有多少穆斯林呢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 北非穆斯林就开始大量涌入 到现在 有媒体说是占了人口的17% 也有媒体说是23% 其实这些数据都是预估出来的 因为一直以来法国政府拒绝为种族 宗教 宗教或语言少数群体 采取任何形式的针对性措施与统计 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平等 这就是说 法国政府或法国机构 不会在学校 社区和工作场所 进行任何种族层面的谱查 在法国填写资料时 根本就不存在族裔中一栏 法国说 甭管你从哪来 你来了就是我们法国人 甚至于到了2017年时 法国国会议员通过提案 从宪法中删除种族一词 他们认为 种族其实是一种虚构的社会结构 并不真实存在 所以在今天 法兰西人作为法国的主体民族 就这么一句话并不正确 法国已经实际上没有主体民族了 法国说 以后没有所谓的法兰西人和外来人 大家嘛都是法国人 我不得不说 你法国的想法是真的很好 既单纯又善良 而且很伟大 但是关键人家移民同意吗 你想和人家平等 人家和你平等吗 你设想的这个文化认同 人家认可吗 法国政府一直不承认自己有族裔问题 但族裔却从来都是法国的头号问题之一 在上个世纪末 法国穆斯林就超过了500万 超过了人口的十分之一 为了方便他们居住 法国在郊区兴建了大量高密度高层住宅 穆斯林大量涌入郊区的连租房 开始聚集在一起 显然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对法国搞的那一套根本就不认可 人家也不想去学习法语 所谓的法国文化对人家完全没有吸引力 很快他们按照自己原有的习惯改造了这个社区 尤其是通过集资建设了大量清真寺 到现在小小的一个法国有超过2600座清真寺 每天穆斯林都雷打不动的来做礼拜 信仰这个比信仰法国所谓的文化前程多了 尤其是最近几年 法国因为恐袭事件不断 尤其是查理周刊 因为聊穆罕默德就被人血洗 实在是受不了了 在2021年的时候就对一些清真寺做了调查 这一查不得了 大量存在涉嫌煽动仇恨 暴力和捍卫圣战 法国内政部长说 法国至少有99座清真寺 涉嫌传播分裂主义意识形态 可以说到现在为止 法国是做了纯纯的冤大头 给予移民高福利 移民拿了法国政府的钱 吃饱了就开始目击自己的宗教场所 成为自己的活动中心 而法国政府管理本来就松散 对于穆斯林聚集的北部郊区更是管不动了 宗教场所里的阿红与伊玛木到底在宣传什么内容 法国政府是根本就不知道 对于穆斯林来说 根本就不可能去相信所谓的法国文化与理念 人家自然是相信神职人员的 今天法国的经济一塌糊涂 法国青年失业率长期徘徊在20%左右 加上法国的社会结构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高端 低端就业岗位是越来越少 于是非洲裔和穆斯林青年的失业率达到了恐怖的40% 这一来就要了命了 本地人工作缴纳高付税 而移民们没有工作还要拿高福利 双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刻 移民们没有工作 每天没事做 那怎么办呢 很多人选择去干偷盗啊 抢劫啊 贩毒啊 而这个时候 宗教往往就成为了吸引他们的文床 这些移民全部集中在巴黎北部地区 导致整个社会治安空前恶化 最后警察们也不想去北部区域巡逻了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慢慢的恶性循环成为了三不管地带 黑帮和宗教势力成为了实际上的统治者 法国呢 说是消除了种族 其实啊 就是捏着鼻子片眼睛 已经实际割裂成为了两个敬畏分明的社会 相当于有三分之一的地区 是政府无法控制的 法国对移民的政策 已经在事实上证明完全失败了 所以呢 法国已经成为一个随时刻意爆炸的火药桶 但凡有任何风吹草动 事实上已经不需要美国跳动了 稍微鼓动一下 法国就会天下大乱 林元购门会倾巢而动 在这样的局面下 法国要搞全球最大的露天奥运会开幕式 现在奥运会临近了 火烧屁股了 马克龙这才突然想起来 以法国的安保条件警察配置 无论如何都搞不定 这种策划远远超过了巴黎的实际成熟能力 你把一百多名外国元首和几千名贵宾 放在巴黎户外出席开幕式 这是需要多少警力配置啊 大巴黎地区人口有1200多万 加上到时候涌入的数百万游客 而巴黎的警力不到5万 咋整啊 还是露天的 查都没法查 调多少人来好像都不太够啊 何况这奥委会赤裸裸的双标 不知道多少人有意见 正愁着火没地方撒呢 恐怖组织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吗 于是法国政府在3月29号说 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安全背景下 法国请求约45个国家 增派数千名军人 警察与技术人员进入巴黎 协助保障今年夏季巴黎奥运会的安全 法国政府请求其他国家 帮助执行军队和警察任务 包括机动旅和马术旅 文件欺诈专家 排雷专家 反无人机专家和秀探犬小组 另外一方面 开幕式也紧急做了调整 原计划的60万观众削减了一半 同时情报机关甚至还在试图说服 去允销风险颇高的运动员入场仪式 哪些地区的运动员风险较高呢 那你想想哪个国家最遭人恨就明白了 而法国情报部门说开幕式干脆就别搞了 因为他们担心就算45个国家进行协助 法国还是搞不定 法国内部安全总局28日在分析的多种情报后认为 巴黎奥运会存在重大风险安全风险 建议巴黎奥组委 建议巴黎奥组委拒绝举办7月26号的开幕式 现在呢 奥运会都还没开始 就已经蒙上了厚厚的阴影 法国就已经投降了 说我搞不定了 需要所有人的支持和帮助 除了事儿 这锅也是大家的 这只能说法国真是人才赢的 本来就俩锅盖 非要玩十个国 就目前的这个局面来说 要想平安不出事儿 真的就是挺难的 只能希望巴黎奥运会能顺利举行 中国运动员取得佳绩吧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豆豆 点赞收藏木迷路 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继续